。 南天羅扎三太子,將,悟臣年2月初九日, 詩曰,一罪輪迴苦滿身。 千禪夜寨入迷津。何須怨嘆心懷恨? 其悟人生性戀真? 盛世,無今日臨堂之前,路過厚禮, 見有一家三兄弟正在吵鬧不休,不覺駐足而聽。 文言之下,無聲錄意,竟是兄弟為債務而怨。悲哉! 打虎還須親兄弟,上陣也是子弟兵。 財務糾紛,竟致兄弟翻臉,骨肉之情,兄弟之親何在? 永彼曰,恩師且慢感嘆,債務癥結在哪裡? 恩師曰,其因在於他們的父親因病入院, 醫療費龐大,頗有負債。 兄弟中長子貧而笑,賜子父而不孝, 妖兒小康卻聚內。因而你推我辭,讓老夫婦悲債難安。 永彼曰,這倒好!有錢的不孝,沒錢的空著急, 而還可以的,卻怕欺大丈夫。請問恩師,後來又是怎樣變化呢? 恩師曰,最後的結論是,債務由賜子負擔三分之二, 妖兒負擔三分之一,而奉養雙親的責任, 就由老大獨自負責。 永彼曰,這一來可苦了老大, 不過,奉養雙親本是天職, 這樣又有什麼好爭? 恩師曰,壞就壞在,老大的媳婦起怨言, 兩夫婦拼死拼活,也只夠一家四口苦口度日, 加上老麥雙親,又產病體弱, 這個負擔加重,幾乎使他們喘不過氣。 永彼曰,那怎麼辦? 要老夫婦去養老院嗎? 恩師曰,為師氣的就是這一點, 埋子養心的典故都忘了,真是笑道,不行耶! 永彼曰,世間就是千奇百怪, 這麼個家庭,可真是一團糟! 早知道養出了這麼個不孝子, 生出來就餓死算了, 十年如捕,三年取養, 恩得到哪裡去了? 恩師曰,氣歸氣, 為師道是有句話要說, 這怨不得誰? 除了他們幾兄弟不成才外, 所結的姻緣也是一團糟, 才會把原本,人倫大道,應盡天分,扭曲成糗事 永彼曰,恩師的這個故事, 可有什麼啟示? 恩師曰,所要的啟示是, 人倫的親情,在人生中, 本是一個重要的環節,可以說是整個人生最密切的維繫 也是一切關係演練的起點 當然,在這個環節, 它所含運的恩怨情仇, 如果沒有去深入體會,發覺, 自是難以明白,但是, 行諸於表面可見的,卻是人倫 不論是內裡的因果, 或是表面的人倫, 它們在人生中, 卻是一不可遙的一種重要的份量 所以,當你在人生的過程中, 縱然碰上無形不可抗拒的牽引, 就是夜寨的知識 使你做出不願意做的事, 你也必須從 夜中求靜,靜中生會, 去體悟人生的諸般因緣 永彼曰,恩師的意思, 以上面這個例子來解析, 這幾個兄弟及妻子們 他們形成這種人生的際遇, 是有其因緣, 而他們並不知道 可是, 他們卻忽略了人倫在人生中所佔重要的份量, 所以, 當他們了結了舊怨, 心怨又從此生 於是, 一輪又一輪的巡迴果報就在他們身上, 展開了重複的應言 是不?恩師曰,是的! 而他們並不知道 所以,五等著書, 就是要闡述出這些情形的癥結 因為,人們並不知道它的後續演變 永彼曰,所以,人生的過程, 是一種探討以及學習的步驟 恩師曰,也可以這麼說, 在學術界裡是這麼認為, 而在宗教而言,是夜寨成形 具體地顯現在日常生活間 謝謝觀賞,歡迎分享, 按讚, 廣眾福田 文字幕志向詞・文字幕志向文字幕提供 文字幕志向真是文字幕志向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